Hai 大家好 我是阿梅 现在过来无人岛这边港海 看一下它会有什么可抓的种 这里发现了一条海豚 好可爱哦 你看这个尾巴 上面还有斑点 都是骨头哦 很硬的 你看很硬的 没什么肉的 这鱼好可爱哦 这个鱼不能吃 我们把它放走吧 这里有一条剥皮鱼 就抓这条剥皮鱼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个剥皮鱼 它在游泳 你看到它边缘的上 很小的 这种鱼游不快的 把它收了 放头里面 先盛点水先 这是今天第一条收获 这里发现了一条筋骨鱼 在这边搁浅 现在想办法抓着 你看这里 它的刺 炸个很肯的 你看很尖的 这种筋骨鱼 这个我 先放头里面 这里有一条青衣 不要死了没 被淡烂拍上来的吗 死了吗 哦还没死 我也一条死了 你看 这种青衣很漂亮的 看到了吗 看它眼睛 都吐出来了 难道被淡烂拍杀了 你看这里伤很累累 怪不得没什么活力 弄到我 满脸都是水 把它收了 再摸一下 不知道石缝里面 有没有尝到其他东西 哇 这里倒是炉 是盐炉 煎炉 这里面藏着好多小螺 满地都是 里面好多圆螺 蛮大个的 还有再大个的在里面 不管它了 这个不要了 我家人不喜欢吃这个 把它丢在这里 然后一条火点鱼 哇在这里搁浅着 我还要什么油过来 吓我一跳 这个鱼的翅 扎得很疼 你看 这里被淡烂拍上来 这里受伤了 留在这里 自己一个人在这搁浅 把它收了 再找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这里 这里虽然是一点点水坑 很容易尝到货在里面的 因为这些水坑的水不干的 这里有个垃圾 这里有个垃圾 沾回袋子 这里尝到了一条红点斑鱼 你看躲在里面了 看它刺扎得很疼 抓它的时候抓它的头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颜色很漂亮的 上次有个网友说 这种鱼挺贵的 他说有一千多块钱一斤 比这个还要大 不过这条红点斑鱼太小了 没什么肉 我们就把它放生吧 不管你了 躲在里面吧 这些都是小螺 哇 底下好多垃圾 这有个这种螺 不要了 你看都是垃圾 哦 这里有一条鲍鱼 我刚才看到它 我也趴在石缝里面 谁知道跑到这里来了 你看这条鲍鱼好漂亮 哦 哦 哎呦 这也跳上去了 把它收了 放在鲍鱼里面 我捅在那边 这里有一条金骨鱼 这条金骨鱼蛮大条的 你看好漂亮哦 看到了吗 这种金骨鱼的话抓它的时候 然后要小心抓它的头就可以了 它的刺扎得很疼的 看到了吗 它的刺很尖的 看这里 哎呦 尖尖的 一扎到人的话 手流很多血的 我上次就被它扎到 现在都怕了 抓它的时候就这样抓它的头就可以了 哎呦 把它收了 放在鲍鱼里边 这条金骨鱼 刚刚从石缝里面抓出来 正好被我看到了 现在把它抓了 它又裹到石缝里面了 跑到哪里去了 在这里面 因为我抓到了 被它刺扎到手了 你看扎它的时候 要从头这边抓好 要不然它的刺扎得很疼了 这条还可以 把它收了 把它放在头里边 这里发现了一条石缝鱼 现在要把它抓了 哇 跑得好快哦 这下跑不掉了吧 看你往哪里跑 看你往哪里跑 看到了 你看这条石帆鱼好漂亮 你看这里颜色是青色的 看到了吗 这种鱼好贵的 在市场卖也要几百块钱一斤 把它收了 你看眼睛都是绿色的 你看好漂亮 把它收了 放从里面 你看它的嘴巴 你看它的牙齿 好恐怖哦 哎呦 想吃掉你们哦 发烧了 没想到无人岛这边的鱼那么多 这是火点鱼 全部拿回去煮个午饭给女儿吃 现在潮水已经上来了 不能继续赶海了 要不待会就被困在这个岛上 准备要回去了 今天也出来几个小时了 如果你们喜欢阿美的视频 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